近日,日本娱乐圈喜多川丑闻事件持续发酵,不少中国网友看到日本偶像行业的乱象后,开始担心自己的偶像是不是也经历了职场黑暗,而作为圈内人的汪海林。 更是直接说自己两年前早就知道了日本娱乐圈的这些事情,之所以这些年如此反对中国娱乐圈的小鲜肉产业,就是担心发展起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据悉,事情的起因是英国某广播电视台发布了一则关于日本流行文化的秘密丑闻纪录片,里面揭露了已经去世的日本流行偶像文化教父,喜多川多年性侵和虐待公司旗下未成年艺人的丑闻。 在纪录片里,详细描述了这位偶像教父在经营偶像公司的同时,对自己入社的未成年男孩进行变态侵犯,甚至为了让这些孩子保持住幼年状态。 这位偶像教父甚至会给这些孩子们注射雌激素,让这些男孩发育慢下来,从而满足他的变态嗜好。 更离谱的是,日本娱乐圈对于喜多川的恋童嗜好其实是知道的,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守住了这个秘密,没人愿意揭开这层遮羞布。 因为喜多川和公司在日本娱乐圈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掌握着绝大部分组合和个人出道的机会和渠道,所以只要这位偶像教父不喜欢或者不满意,哪怕日本男孩有实力。 也很难当上明星,所以这就导致一些父母尽管知道喜多川的嗜好,依然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去,为的就是让孩子成名。 纪录片中,曾经就提到了一对父母,在邀请喜多川来自己家里做客后,故意让自己孩子和喜多川睡在一个房间,而当喜多川侵犯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在房间的隔壁,并且无动于衷。 当然,这位日本偶像教父这么多年的作恶,非但没翻车,还依然能在圈内有如此声望,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日本人对喜多川偶像公司的滤镜,多年的宣传和营销。 让其成了国民偶像,这就导致一些人在被喜多川侵犯后,非但不觉得有问题,还会当好事,毕竟被对方临性就有机会出名。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些后背发凉啊,喜多川公司有哪些艺人,我就不多说了,只要是追星日本娱乐圈的粉丝,几乎就没有人能绕过去。 之前只觉得日本娱乐圈对女性不怎么尊重,没想到连男性艺人都有这样的黑暗经历,并且还能持续几十年,这事情放在任何国家,估计都难以想象。 好 好 好